约书亚记第23章 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享平安 不受四维仇敌的骚扰 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日子 约书亚已经老了 年纪不小了 约书亚就把全体以色列人 他们的长老、首领、审判官和官长都召了来 对他们说 我已经老了 年纪不小了 耶和华你们的神 因你们的缘故 向那些国家所行的一切事 你们都亲眼看见了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你们作战 你们看 剩下来的这些国家 连同我剪除的列国 从约旦河起 直到日落之处的大海 我都按着你们各支派 用抽签的方式 分给你们做产业了 耶和华你们的神 必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 驱逐他们 离开你们 你们就必得着他们的地 做产业 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 所应许的 所以 你们要十分坚强 谨守遵行写在 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 使你们不偏向左 不偏向右 使你们不与你们中间 剩下的这些国家的人来往 他们的神的名字 你们不可提 不可指着他们起事 不可侍奉他们 也不可敬拜他们 只要照着你们一直以来所行的 紧紧倚靠 耶和华你们的神 因为耶和华 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列国 从你们面前赶出去 至于你们 直到今日 还没有一人 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 你们一人 可以追赶千人 因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 照着他应许你们的 为你们作战 你们自己要十分谨慎 爱耶和华你们的神 如果你们转离耶和华 与你们中间剩下的 这些国家的渔民联络 和他们通婚 互相来往 你们就必知道 耶和华你们的神 必不再把这些国家 从你们面前赶出去 他们必要成为 你们的网罗和陷阱 乐下的边 和眼中的刺 直到你们 从耶和华 你们的神 赐给你们的 这美地上灭亡为止 看哪 我今天要走 世人必经的路了 你们清清楚楚知道 耶和华 你们的神 应许赐福给你们的话 没有一句落空 完全应验在你们身上 没有一句落空 耶和华 你们的神 应许你们的一切福气 怎样临到你们身上 耶和华 也必照样 使各样的灾祸 临到你们身上 直到把你们 从耶和华 你们的神 赐给你们的 这美地上 消灭为止 如果 你们违背了 耶和华 你们的神 吩咐你们遵守的约 去侍奉别的神 敬拜他们 耶和华 必向你们 大发烈怒 使你们 从他赐给你们的 美地上 迅速灭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